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论是打工一族或是从商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在上半年呢还是以稳定为宜 不妨呢多一点采取这个策略啊 思考啊 想想看要怎么去做 那么到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啦 那么在这个感情方面来讲的话呢 今年孝季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有这个六害 代表呢和这个家里人的关系呢并不和谐的 所以今年呢孝季的朋友呢要注意呢和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联系咯 否则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时常吵架呢 就破坏彼此之间的感情咯 那么在财运方面来讲的话呢 今年的财运呢也并不是哼通的 所以就建议呢孝季的朋友呢就不妨呢把你这个精神呢 就是呢多一点呢花费在这个工作上呢 就是稳稳定定的赚起政策会比较好咯 那么偏财啊同期方面来讲的话千万不要贪心咯 那么在健康方面来讲的话呢 今年会有这个病复兴 所以今年呢孝季的朋友呢特别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抵抗力呢比较差 所以容易有这个流行性的感冒啊 或者是病魔的侵袭 所以今年呢孝季的朋友呢又注意的就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咯 那么在风水布局方面来讲的话呢 就建议孝季的朋友呢 今年呢不妨在这个西方和北方的位置呢 放这个金属的物品呢能够化解这个病复兴 同时也记得咯 千万不要在这个西北方啊 然后这个北方啊 还有这个所谓的西方还有这个东南方的位置呢 动土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